实验六之一 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与分类 以一些金属为例 根据金属性质来做简单分类 请注意 本实验中 钾、钠放入水中时 亦产生氢气与大量的热而燃烧及爆炸 因此,钾、钠的实验颗粒请勿过大 且应注意若有爆炸时人员的安全 操作本实验时应戴上安全眼镜及橡皮手套 所需的器材 有100毫升烧杯 1.2乘以15公分试管 分钛指示剂 小刀 链子 滴管 玻璃棒 玻璃片 试管架 砂纸 标签纸 钠 钠 钾 铭带 碳 碳酸钠水溶液 绿化铭 水溶液 绿化 贝水溶液 绿化 钙水溶液 绿化 钠水溶液 绿化 钾水溶液 1.金属元素的化学性质 因为 用镍子 用钾子至 矿物油中取出钠 放在玻璃片上 以小刀切开钠 观察新切面 将结果记录于表中 在两个烧杯中 各装30毫升的水 以小刀切出米粒大的钠粒 投入其中一烧杯后 将玻璃片盖上 观察钠粒和水的反应 在两烧杯中 各加入2-3D分态指示剂 观察烧杯内水溶液的颜色变化 请注意 本反应产生之气泡为氢气 勿以火点燃 将钠换为钠 重复前述步骤 比较钠与钠的反应程度 请注意 钠反应会产生大量的热 有时会起火燃烧 甚至跳出烧杯 故操作时需保持适当距离 将美带放在白纸上观察外观 再用砂纸磨光 观察金属颜色 接着将美带以镊子夹取 投入装有30毫升水的烧杯中 观察一段时间 再加2-3D分态指示剂 观察水溶液颜色变化 2-2 金属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取五支饰管 分别加入 氯化钠水溶液 氯化钾水溶液 氯化鎂水溶液 氯化钙水溶液 和氯化被水溶液 各一毫升 并加以标示 仔细观察这五支饰管溶液的颜色 在五支饰管中 各分别加入碳酸钠水溶液一毫升 然后轻轻晃动饰管 仔细观察所发生的变化 感谢观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